大家老说很好奇我们俩之间的恋爱故事 还有婚姻生活 我们呢也特别认真的 把我们俩这些年的点滴给总结了一下 我们是13年认识的 大学同学他比我大两届 是通过共同的一个朋友 学校认识的 当时介绍是因为我们俩都喜欢音乐 他喜欢弹琴 我喜欢唱歌 大学的时候啊 我老公自武创业 开了一个小酒吧 我们好多朋友好多同学 每天放学以后都去那边玩 听他唱歌听他弹琴 我其实去的更勤 因为我们共同爱好嘛 等于基本上就是天天在一块 每天都能见到 每天都能见到 上学呢也一起上 一起吃饭聊天 弹琴一起唱歌 然后也是那时候建立了特别好的皇后关系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我呢 毕业了就喜欢上我 毕业以后也是有一天我们一起吃饭 吃饭呢我们一起开车去 到外去东风 在路上他可能就有点暗暖不住 他就老跟我说 他说哎呀我觉得年龄也到了 感觉生活也是没有色彩的 我不知道希望在哪里 老盯着我 老看我 乐着看 就这样 眉目传情 然后我有说 我说怎么了 你老看着我 没事没事 他特别有礼貌 怕你误会 然后就跟我送到家去了 等于我多长时间 他就给我发了一套消息 当然这么长吧 这些年我怎么怎么喜欢你 还不在一起吧 又特别长 这些年都给我捋了捋 我也有那个意思 因为我们有共同爱好嘛 特别好的朋友 性格也特别合适 接受了他表白 然后就在一起了 谈恋爱以后 我们很快就有一天新的小家 因为我们独立出来了嘛 也是为了他开始习做饭 当朋友的时候 我老公特别熟 不停吃我做的饭 不停吃我做的饭 然后现在快300斤了 我老公也是一个特别幽默 而且很浪漫的人 我有很多这个小的愿望呢 都会满足我 那一年跨年 他说你想吃什么 他说我想吃川菜 他就悄悄地订好了机票 然后跟我说 我带你去吃火锅吧 去哪儿吃 他说去成都吧 然后我们就去了机场 到了成都 他知道我喜欢花 隔三差五的 也会给我订花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他送我一束玫瑰 然后上面有两个小熊 到现在我还留着 就是他俩 衣服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有一个 但是头上的这个蝴蝶结 就是他 然后这一只还有一只 这是我最早送你 对 我都很喜欢狗 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有一只 属于自己的狗狗 他爸又不让他养 不是我给你养 满足你这个愿望 养个金子 后来呢 他爸见着以后 我爸喜欢 我们都笑什么呀 又养了一只银子 然后我们就结婚了 当然试了好多种婚纱 最后还是选择 断面婚纱 我们俩的性格 都属于比较佛系 低调 无拘无束的那种 外面婚纱 感觉更能地彰显 那种纯净的一面 举办了一个 很小型的婚礼 最亲的亲人 和最好的朋友 见着我们 幸福的这么一个时刻 我们俩现在已经 认识十年了 还是有聊不完的话题 得聊到一首 特别好听的音乐 或者一件 特别有趣的事 我们俩可能 直接就聊到天亮 从北京话来说 就是画蜜子 画牢 平时的生活 也特别简单 但是很充实 一起逛逛超市 一起做做饭 买买菜 滑料天 溜溜狗 弹摊琴 听听歌 有空就会去旅旅行 也去沙漠 也去海滴 也去雪山 去各个城市 我老公都是 很认真的做攻略 你说的拍照 这个我没好事 对 然后我老公 每次出去 都特别喜欢我拍照 这好看 可以站到那儿 我给你拍一张 那也好看 站到那儿 我给你拍一张 他规划的特别好 我只过去负责拍照 最后呢 我想说 大家老问我说 你老公是不是 救过你的命 我想说 我老公没有救过我的命 我们也没有遇到过 那种很危急的时刻 我相信 如果我真的遇到 那种危急时刻 我老公是一定会 第一时间 奋不顾身地去救我 同样 我也会奋不顾身地 去救他 所以大家明白了 别再问我 就再这么说 很多人都问 你怎么找了个 这么丑的老公啊 其实呢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他长这样 很多人都问 你老公是不是特有钱呀 其实我们就是普通夫妻 别墅 租的 彩礼 没药 狗子 一起养 我一直都觉得 对于成年人来说 靠谱比外表更重要 我的性格大大咧咧 他会细腻很多 家里无论大小事情 他都会安排口当 我都安排好了 放心吧 从恋爱到结婚 他一直都给我 能力范围内最好的 我认为性格和人品 才是决定婚姻 是否长久稳定的 重要因素 一颗真诚和爱你的心 比好看的皮囊 更加值得珍惜 你好 我来拿我定制的钻戒 麻烦您出示一下 您的身份证件 天下 您好 这是您定制的 低压钻戒 My Heart系列的 一个真心戒 欲一颗真心 只为您一人 这位钻戒 已经绑定了 您的身份证件 主要爱人的一个信息 如果您确认无误的话 麻烦您签署一下 这份真爱协议 买这戒指 还要绑定 是分证呢 对 这一生只能送一个人 绑定信息以后 就意味着 我的弟儿 只能送他 私私一个人 而且这个信息 才能误到 他们那个全球真爱系统 已经绑定 终身不可修载和删除 我们在一起的那一天 就已经考虑好了 真好不错 加油给我老大爷送一个 比特别大 姿姿 你打扮好看点 我带你跟银子出去玩去 去哪儿 门管吧 快换衣服去 换个小裙子 去哪儿要换衣裙子呀 快点 四四啊 那些年特别忙 没来得及求婚 咱也把婚结 特别善机 我还没跳过银子 今天呢 跟你说很对不起 今儿呢 跟你赔一场求婚仪式 你最爱的银子 就咱们的见证 虽然咱们只搞富老期了 海米油盐不可差 但是仪式版 也绝对得有 我要用这枚DR钻戒 告诉你 我这辈子 只爱你一个人 曾经是 现在是 以后也是 这个价 你就负责享受 家务活 我跟银子 全包 把手拿出来 应该的 应该的 咱们都搞得不小 什么时候 你给我生个 真的孩子 行 你还在生劲呢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